如果在2007年市场最高点的时候 您有50万美金的现金 给你两个选择 用这50万美金买一栋房子 长期的收取租金 赚取租金回报 以及房价的增值 第二个选择 用这50万美金买标准普尔指数的ETF SPY 持有到今天 16年以后 哪一个收益更好 大家好 我是Rick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借着上期的房产资讯这个问题来讲 大家想一想哪个回报更好 今天给大家揭晓答案 如果是买SPY的话 当时2007年股价最高点是155 到今天股价去到550块 翻了3.55倍 如果是买房子的话 用我们南加州的数据来看 在当时南加州平均每平方时的售价是300美金 现在是636美金 翻了2.12倍 但是大家记得 房子是收租金的股票 还有股息分红 那我们把租金和股息分红 算到一起 我们看一下结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算上股息 那我们平均这16年 SPY的股息大概是在2%左右 所以加上股息 它的回报是3.89倍 大家记得这个数3.89 然后呢 我们房子的租金回报 在最开始比较低 是3% 但是现在随着租金的上涨 现在的租金也可以已经去到10% 所以我们综合就算它是5%左右的租金回报 那现在房子的回报加上租金整体就是2.97倍 表面上我们看起来说 房子的回报要比股票大概少了不到一个百分点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过去20年的世界里面 貌似还没有哪家大型的基金公司能够持续的跟上或者是跑赢标普指数 有时候可能是你的仓位不满 有的时候可能是你高位的时候你就想套现 所以我们再把标普的回报如果打个八折的话 如果你投资股票它的回报是3.11倍 如果你投资房子它的回报是2.97倍 其实这两者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投资股票的好处就是流动性比较好 也就是你想套现的时候可以随时的套现 房子的流动性比较差 你要卖房子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 但是反过来说股票就是因为流动性好 有的时候你手欠不该卖的时候就把它卖掉吧 但是房子买在那里你就长期的持有不动收取租金 而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 我们再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到今天还是以你50万的投资资本作为基数的话 现在SPY的股息回报是4.4% 对比你当初投入的50万 而房产的租金回报是10% 对比你当初投入的50万 也就是从这个时间点以后 每年仅仅是房子的租金 就要比SPY的股息至少多出来5个百分点以上的回报 如果这二者的涨幅几乎保持一致的话 那么在越往后的时间里面 投资房地产其实是越划算的 所以说房地产投资一定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时间拉的越长 你的收益越明显 这就是Ricky想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哪一个更合适 没有哪一个更好 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投资标的 才是最合适 才是最好的 以上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投资里面的有趣的内容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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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